首先来关注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连接中国云南昆明和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 昨天圆满完成试验运行任务 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铁路部门已经发布了初期运营方案 中老铁路开通初期 老挝段由老中铁路公司 委托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运营维护 中老双方铁路部门制定了 疫情防控条件下的列车开行方案 昆明至万象间开行跨境货物列车 在万象至墨丁 昆明至墨汉间开行点对点动车组旅客列车 受疫情防控影响运营初期 除首发列车外 暂不开行昆明至墨汉的直达列车 列车开行后 昆明至西双版纳最快3小时24分 昆明至普尔最快2小时46分 昆明至普尔西双版纳 逮族自治州时空距离大幅压缩 将结束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与全国铁路网联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